那你在對應上面就會對不到 那就會容易產生問題 所以像一些比較特別的像什麼超連結 什麼附件計算 這些通通 大部分我都不會去用 為什麼 因為你的資料有可能是在SS先踹過 然後再把它轉移到別的資料庫去 但如果說你用的比較特殊的 它像自動編號 自動編號其他的資料庫也沒有 所以你兩邊就不能夠 互相交換資料 所以這一點要特別注意 通常我們就用這幾個 那制定完畢之後呢 就把這些這個資料把它打開來 我先把它打開 我先用這個來做一次給各位看一下 剛剛這個匯路 我把它假裝假設把它 是全部裡面是空的 如果說要把資料放過來的話呢 基本上也很簡單 只要是表格吧對不對 你就點一下這個雙十字這裡 然後按右鍵 複製一下 其實呢特別注意你只要一個蘿蔔一個坑 你不要 然後這邊是七蘭 那邊六蘭 那一定是他跟你講說抱歉 資料無法 這個這個 放放到裡面去 所以你要確認一件事情 就是你蘭位 是不是有七蘭 再來第二個呢 你的蘭位的 制定比如這個 這個地方 明明應該是放數字 你不要把它放在別的資料形態 裡面去 明明這個應該是 放在文字裡面 就會你給他一個數字 貼上去 就容易 所以這邊的話呢 把它全選按右鍵 複製一下 那如果基本上你的 定義沒有問題的話 你只要特別注意 在這個地方 如果你要把十筆資料貼上去的話 請你把箭頭移到這裡 它會出現一個黑色的箭頭 向右 你就點下去有沒有 這邊點一下 按右鍵 貼上去 如果說呢 你貼上的時候呢 考慮的細節都沒有問題 那基本上 再大量的資料貼都會很簡單 OK 那這個部分呢 是在 access裡面 去做一個處理 所以請各位練習 第二種 第一 第一種剛剛講過是 在 在這個這個外部工具裡面用文字檔 第二個的話呢 請各位建立這地方 建立一個資料表 那建立資料表之後呢 請你把 把這個名稱 重新命名為 學生通訊錄2 然後呢 再按右鍵 這個設計檢 設計檢視